大家好 这里是IT Commander 这期节目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 小芯片 它的名字是CC2531 熟悉的人呢 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 这期节目呢 是给大家介绍 如何自制一个Zigbee的网关 类似小米的那个网关 并且呢 它基本上可以接入绝大部分 甚至是所有的Zigbee设备 任何品牌的Zigbee设备 都能接入到 我们这个自制网关上 我们这个自制网关呢 是要用这个芯片的名字 叫CC2531 CC2531 跟CC2530的区别呢 就是CC2531带一个USB口 所以呢 我们用起来比较方便 我们需要把这个芯片 插入到我们的树莓派 或者是斐巡N1上面 然后把它当作一个串口设备使用 然后 我购买这个芯片的时候呢 我没有注意 它上面这些 它有一共有十个帧 这十个帧的大小呢 跟普通的杜邦线的大小是差很多 大家看 这是上面这是普通的 下面这是 CC2531的 所以我们普通杜邦线 是不能给它刷写固件的 我当时呢 又忘了买转接线 所以呢 我想了一个其他的办法 来刷新这个东西 刷新这个东西呢 一般我们都是用CC Debugger CC Debugger这个硬件呢 是用来给我们 CC2531 CC2530 这一类的芯片 来碗里面 烧写程序用的一个设备 这个设备呢 要不到100块钱 但是我觉得 我们搞职能家居的话 用一次就扔掉了 恨不得就放在那 永远不会再用了 比较浪费 以后呢 这些东西呢 都会变成电子垃圾 去污染我们的环境 所以呢 这一期节目呢 我带大家来操作一下 如何用一块树莓派 用一块树莓派 来烧写 CC2531这块芯片 并且呢 我们不需要用到CC Debugger 我们只需要用到 四条的杜邦线 我当时没有买到 这个小的针角的 这个转接头 所以呢 我今天用这个杜邦线 来给大家演示 其实呢 也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杜邦线 从中间剪断 然后呢 正常的这一头 我们连接树莓派 然后这边呢 我们用一个 这一头呢 我们用一个小茧子 或者是小钳子 甚至是你可以拿牙咬一咬 然后 把它使劲 捧到我们这个 CC2531这个小的 特别细的这个针 这个针角上 大家看 我这样插进去 就是这么简单 杜邦线剪断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胶皮 使劲把这个针里面套 套进去之后 它就连通了 其实 其实就这么简单 大家可以试一试 这样免去买那个转接头 其实转接头 我们也是用一次 就没有用了 然后 这四根呢 一会儿我告诉大家 如何去连接 我们把这个四根线都 接到这边 然后 对应的杜邦头 接到 接到我们的树莓派上 我这是一块树莓派 0 0w 我今天用这块树莓派 给大家演示 它所有的GPIO呢 跟我们大的树莓派 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如果你是大的树莓派 3 或者3B加 你都可以 4 4也是可以 4B也是可以 然后 你就可以参考 这一期教程 来连线 然后来操作 我们这个 用树莓派 来刷写CC2531 好 那我们现在呢 第一步我们开始 连线 好 那么大家呢 回到我的博客 然后我的博客呢 有一篇文章是CC2531 利用树莓派刷新 sigbee2mqtt的固件 无需cc debugger 好 那么我看呢 前面有一些 有一些文字介绍了一下 为什么我会发表那篇文章 然后呢 还有一张图片是 就是cc2531的 一个照片 也就是我们这个 小芯片的相片 然后再往下呢 就是树莓派和 cc2531的连线方法 然后我们看哈 文章里面提到的这个树莓派 是一个大树莓派 这期节目呢 我给大家用我这个小树莓派 说来演示 因为这个比较方便一些 比那个大的用起来方便一些 也是一样 它是有40个GPIO 连线方法和这个大的是一模一样 然后我们看 先看这个cc2531 cc2531呢 我们这样拿它 大家看这个针呢 非常的细 非常的细小 然后我们这个树莓派的非常大 所以呢 我们用杜邦线 两个母头的杜邦线是连不到的 是不可以把它连接起来的 所以呢 我们要想一个其他的办法 这个针角呢 非常的小 我当时呢 也没有买转接线 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我们把杜邦线剪断 把杜邦线从中间剪断之后呢 我们这个线呢 中间不是有一个铜线吗 我们用那个尖嘴钳子啊 或者你甚至可以拿牙咬一咬 把这个线咬松了 这个松了以后呢 这个洞就 我们就可以把它塞到这个洞里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这样拿 这样拿呢 左边左上角这是PIN1 右下角是PIN10 然后呢 也就说我们横着数 12345678 左上角是PIN1 右上角是PIN2 然后PIN3 PIN4 PIN5 PIN6 是这个方式 然后呢 我们拿一条杜邦线 我们接到PIN1上 我们剪断杜邦线 然后用这个 如果你有转接头的话 会比会比我这个方法更方便一些 你就可以直接用杜邦线 我这个方法呢 就是麻烦一点 要把这条线 转进去 这样呢 它就接触上了 然后PIN1接好了 我们接PIN7 1234567 PIN7是这个 好 PIN7接好 然后是PIN3 PIN4 1234 那就是横着两个 然后是PIN4 然后是PIN4 好 大家看PIN4 我也接好了 这样的话呢 PIN1 PIN1 PIN7 PIN3 PIN4 都已经接好了 我们的PIN1呢 对于我们树莓派的GPIO的39 然后左边也是左上角是1 右下角是40 然后我们把PIN1接到39 39是这个 40旁边的 然后PIN7接到35 PIN7是这条35 39 37 35 35 然后PIN3对应36 我们看PIN3 PIN3是这条线 那么36呢 是40 38 36是这个 PIN4对应我们的38 这条线就是CC2531的PIN4 38就在36后头 38 好 那这样呢 我们的接线就完成了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给这个树莓派上电了 上电的时候呢 大家要注意啊 我们这个芯片也是同时需要上电的 它用USB口直接插到你的电脑上供电就可以 或者直接插到你的树莓派上供电 只要找一个USB口给它供电 然后这个树莓派呢 也要有电 好 那现在呢 大家看我的连线呢 已经完成了 我用这条USB线给这块树莓派0w来供电 然后这块0w有电之后 我们把这个CC2531插到这个我们电脑的USB口 大家看它会有个灯亮 其实呢 我这个CC2531呢 已经刷好了 所以它会一直有个灯亮 并且呢 在我的电脑上面 它还会有一个串口设备生成 所以我我们呢 可以我这期视频呢 给大家演示 就是重新刷写一下 好 如果你的芯片连接方式呢 已经像我这样了 你就可以回到电脑端了 然后我们从电脑端现在看一下 设备连接好之后 然后我们看我博客下面 关于树莓派需要安装的东西都在这 然后我们把这两条命令复制到剪切板 打开Xshell 连接好 连接好你的树莓派 你这块树莓派应该是已经连接好CC2531的 然后我们把那些命令粘贴进去 第一步呢 是安装一个叫 521派的一个软件 它是靠这个软件来刷写 我们CC2531的芯片 好 好 大家看我们这个WireInPi 这个软件已经提示安装成功了 WireInPi已经是最新的版本 然后呢 我们再安装我们的第二条 Zip 安装这个解压的软件 Zip 好他说我的Zip已经安装过了 OK好 那么下面呢就是下载我们那个刷写芯片的脚本 我们从Github上下载 把这条命令复制到我们的剪切板 选择粘贴 连贴到控制台之后回车 很快就下载完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就是要确认一下连线是否正确 我们输入CD Flash CC2531 这个命令的意思就是 我们进入CC2531这个路径 下一步呢是 CC Chip ID 然后我们点击 我们用CC chips ID 按回车 大家看 如果这个时候呢 你这边显示出B524 ID等于B524 那么恭喜你 你在连线的部分 就算成功了 如果你这里边并没有这个B524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信息 那你要检查你的连线 就重新看我的视频 或者是看我的博客里面的连线方法 重新呢 把CC2531和树莓派连一下线 好 那么连线正常呢 我们就需要 我们就可以现在可以刷新这个 刷写我们的固件了 现在呢 我们要下载 下载我们 这个B2 下载我们 这个B2 MQTT的固件 CC2531的固件 然后呢 并且刷写 我现在 同博客呢 把这一堆命令都复制到剪切板 然后我把它粘贴 到控制台 然后大家看 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啊 第一句是下载 然后解压 解压缩之后呢 我们执行CCERASE 也就是说 把我这个CC2531的芯片 刷清空 把它全部清空之后呢 我们会看到一个ID 就是2531的ID 然后还有一个ERASE的Result ERASE Result呢 是00A2就证明 这个芯片被抹除 擦除成功 然后最后一句呢 我还没有执行 就是我们 重新把这个 ZIGB2 MQTT的 CC2531的固件写入 我现在回车 然后他说没有找到 那我们看一下 LS看一下 确实没有下载回来 这就是我刚 我文章里提到的 下载失败的话呢 你可能就需要翻墙 翻墙才可以重新下载 好终于下载成功了 我们LS看一下 这个压缩包就在这里 然后我们回 我们去解压 我们用解压命令来 解压它 所以如果你要是 如果你要是直接 已经有翻墙的环境的话 你就不需要 刚才那些失败的步骤了 直接把这些所有的 粘贴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 然后我们看LS一下 这是刚才 我们需要写芯片的 那个固件 回到最后一步 最后一步 因为我们以Race已经做过了 其实以Race做与不做 都没有太大关系 我们等这个进度走到百分之百 然后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芯片的刷写了 如果你用树莓派0w发现 你在百分之百之后会有很多错误 那没关系 那是因为刷写之后 它进行验证 验证的时候出了一些错误 但是呢 其实你这个CC2531 还是可以正常的使用 好 那么这期教程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